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天就立法會選舉的講話 是要趁美國全球民主峰會舉行載職 反駁美方平擊 所以我避免中央一定對選舉的投票率有清整現實的認識 遇到西方 特別是美國規定的時候 中國一定是針鋒相對 而還擊 而突顯對自己的制度的信心 如果不還擊的話 就容易被人以為中國是肆虐